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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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 又来到《化学行生》 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比较尋同的 我想首先介绍一个名词 这个化学名词也叫做Michael Toxin Michael Toxin 是什么呢 Toxin 这个字是代表了毒 Michael Toxin 是毒酶菌素 这个名词一般来说 是报章上或者是中学 我们受教育的时候 先生是很少的机会会看到的 所以趁着这个机会 大家记记这个名词 Michael Toxin M-Y-C-O-T-O-X-I-N Michael Toxin 毒酶菌素 毒酶菌素 毒酶菌素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 它的中文名词已经怎么都没有了 做mode 要解原因 然后有他人 自己也追求 以前工程式 就是講的整個學期學的就是Michael Tarxon這筆字 當然他裡面包含了很多化學 那時候我們就知道了 Michael Tarxon 拿命的情況 是遠遠地超過了你想像的範圍之內 可以傾覆一個國家 可以滅一個民族 所以不要以為他是小事 他絕對不是小事 這些米如果濕了水 吹了來發了毛 其實產生的Michael Tarxon 尤其是黑色那種 因為毛是有很多種的 那這隻毛最要命的就是 那個Black毛 這個Black毛它產生一種化學品 叫做AlphaTaxon 這個AlphaTaxon 那個致癌率是全世界首屈一致 那如果你沒聽過這個名詞 就是因為政府在這方面做的工作 宣傳工作可能非常缺乏 那我們一會兒再盡一步探討這個問題 我可以告訴你 有些人很聰明的 他們很聰明的 我這個人很少會發現這件事 但是我會對毛很敏感 因為我曾經自己撞過板 那發毛的地方 輕易我希望大家不要亂搞它 一定要步驟去對抗它 你有錢也好 沒有錢也好 工人是會偷懶的 譬如 而且你的馬桶附近 你通常都放一些雜誌 那些什麼 那解於時日 這些雜誌就會產生什麼現象 會發毛 所以你事事要清理它 而且因為通風不是很好 那香港有很多廁所 非常通風不好 那環境裏面 加累一些人類產品 水 墨不通風 還要有氧氣 這個不是無氧品 那它就會產生毛 那這些毛 或者是綠色的 或者是黑色的 乾了之下有些灰灰白白的 那黑色的毛 是其中比較最危險的一種 那我曾經提過 無論有錢也好 無錢也好 窮得有自喜 即是你要主動你的人生 那就有四個字 窗名 記憶 即是無論你的經濟談是怎樣 你是保持默色周圍的環境 原來是可以幫助你 一可以幫助你自己心心都有好處 另外呢 防止毛的發生 在一些黑暗的地方 如果是有些牆壁 是被水 尤其是現代的那些石灰板 假石灰板 浸了水之後呢 發毛的機會是99%的 如果不處理的話 不處理的話 尤其是香港呢 簡直是不堪設想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知道這個現象 OK 不要忘記它的危險性 那你也有一種經驗 會記得那些 麵包呢 日子內都會有一些 青青綠綠的 白色的 或者黑色的毛在上面 要不得的 不要以為是撕了 表面 但它裡面沒事 因為它的 筋和排泄物呢 深深地透入了這種 有細毛孔的物質裡面 而因此呢 在清理過程之中呢 我就奉勵大家 一 你如果身體不好的話呢 你不要亂搞它 如果用電子起眉鏡 去看這些模式的話 你會發現 它是一些 很多細細粒粒的球體 好像乒乓球 那樣混在一起 它很容易被浮油 在空間之中的 因為它太細粒 同時呢 你這個包子和 那些靈芝包子 是兩件事來的 識得其反 相反的 這個拿命的 那它裡面所 這些浮油物裡面 它裡面所包含的 就是奧克特克森呢 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它致癌率呢 是世界上No.1 那如果你是做一個恐怖分子的話呢 即是散播這種模式 你想想你不用什麼工廠了 很容易製造很多模式 收集給那些菌 那些模式呢 可以令到一個國家 經驗浪產的 那就 所以贈在一個國家 要保護自己的子民的立場上來講 你必須要明白 OK 你對抗這個毛群 有效的辦法 還有對它有警覺性 不要以為呢 它不會在人間出現 另外呢 而香港呢 就有香港腳 有很多選 是由這些模式產生的 那也都是可以跟著的 不是不跟著 不要聽上的謠言 也都不適言 你自己 就說隨便拿一些 over the counter 隨便買一些藥回來 就搞定 尤其是香港什麼藥都可以買得到 但是因為這個呢 需要一些專業知識 所以呢 尊重一些醫生 我希望呢 因為他們在這邊 在這方面 希望呢 有特別的受訓 那你就找它去跟著你的問題 OK 就記住 要聽醫生的吩咐 因為它會教你一套的方法 那呢 就 這隻毛群呢 可以說的是 能無能生 它是無處不在 那麼呢 就 我語重心長地告訴大家 這隻群呢 有時候這個 Blood Moa 它這個群 是我們中國人的核心來的 全世界上所有的 這個 肝顏 而由這股毛群引起的 那種名字呢 叫做HCC Hepatocellular Casinitis Hepato 就是肝的意思 Cellular就是細胞的意思 Hepatocellular Casinoma就是癌 所以組合呢 就是 Hepatocellular Casinoma HCC 為何要多說這麼多次呢 因為呢 百分之四十以上 即是人類一貫的HCC病呢 是我們中國人這麼容易 為何呢 問一問 是因為我們的環境裡面 不注意那些毛群呢 因為我們的基因 基因是否有缺陷呢 不得而知 但是呢 我希望政府 去留意這個問題 因為呢 為何要去這麼慘 去死於這個癌症呢 所以呢 沒有忘記 我剛才提過這個 提過這個 Aphatocellular Casin 這種毒呢 這種Michael Tarzan 它那個 治病的這個 率是Number One 而病了 癌症之後 你的死亡率 你猜一下是多少 在心裡面那麼多 在心裡面那麼多的數字呢 擺膽地假設一下 各位 死亡率是95% 所以呢 現在知道為什麼 我不緊張 OK 它之所以Number One 就是它不需要很多分子 Bidid alphatoxin呢 諸如此類的這個 Mycotoxin 它們是直接能夠影響 你的DNA 或者是RNA 就是你的遺傳基因 任何物質遺傳基因 有所搞作的話呢 都是致癌的 所以呢 大家 切記在心 那至於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呢 最便宜的方法 也都不需要特別專家的方法呢 就是chloride 漂白水 市面上現在賣的漂白水 如果它會寫著是1.99% 當你拌好就落下了 你千萬不要買 你最有空就買龍宿的 它應該是5%左右 OK 就是它最 你最高買回來都是5%左右 那你將這隻龍宿的水呢 1比10 記住不是1比99 1比10 混在一起呢 所以呢 作為一個噴壺齋 噴到那些感染的地方 擦掉它再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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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呢 就給它機會浸一浸 那個表面 永遠不要用乾的布去擦這些表面 因為你這隻塵埃飛上來 你一旦聞了來 吸了來 或者浮油在空氣之中 學父呢 所以呢 既然知道它要命 就要小心 有些酒店啊 有些地方 特別潮濕啊 它洗東西的時候呢 用來些鹼液 自作聰明 那些鹼液 分分鐘是有營 對它們的營養料來的 假如事日 你猜它發生什麼現象 發貌吧 所以很多酒店的走廊 你說它沒有貌的機會呢 啊 就好笑的 OK 你長期住這樣的環境 如果你家是這樣的的話 更加要小心 漂白水裡面呢 在化學上面 最重要的化學元素呢 就叫做hypochloride OK 那這個呢 它標準呢 5.25% 那這個就是 你能夠買到 所謂濃縮的 這個漂白水了 那這隻漂白水 你用的時候呢 記住喔 你的鹼液啊 肥皂啊 肥皂啊 這些呢 是用來去污的 它的工作是去污 不是用來殺菌 你不要將這些混合 要殺菌 你就要用漂白水 因為呢 很多殺蟲齋 比如來說呢 其實都是用漂白水的 hypochloride 用來做殺菌 所以呢 它的工作是非常之好 機平又好用 記住 永遠永遠 不要用漂白水 拌酸的東西 粗 加漂白水 等於 chlorine 即是錄氣 自受都有份 那我有朋友 曾經中過毒 所以呢 在這方面呢 不要輕視 那就 有些 混合之後呢 亦都會產生這個 輕發禄 是一種氣體 酸性的 亦都可以拿你命 所以呢 你呢 小心為健將 如果你中了這個毒 你怎麼知道你是中毒 那呢 就很多時候呢 你就賴了其他原因 甚至賴了你的 家裡的親人 都不一定 但是呢 記住 呼吸你會困難 你會有喘 因為肺也分分鐘會腫 肺也會出血 那麼 喉嚨呢 會痛的 口腔 經常會發燒的 你鼻鍋 但是痕呢 而且很容易會濕的 甚至有鼻血 那這個心率呢 就會不正常 心也都會發燃 血壓呢 會低 甚至會內出血 眼會紅 而且有黃眼 所以黃眼的東西呢 不一定是黃眼病 小心點 而且視覺呢 是不清 因為你中毒嘛 可以說得好呢 是百病重生 那呢 奉勸大家一句 如果你是有 為人的 你有小朋友 在肚子裡面的話呢 千萬記住 要遠離這個 任何毛病 因為呢 它能夠改造RNA 改造DNA 也都可以改造你的嬰兒 是有非常之不良效果 而且是有多少人中毒 我實在不知道 我告訴你 不是開玩笑的 那對男士來說呢 他甚至 不是甚至 極可能呢 會令到你 仿視方面 是不方便的 那呢 大家都有一個經驗 有些橙 壞了 街市 隨時都見到 橙壞了 它上面呢 有些綠綠的 有些白的 有些黑的 有些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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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好了 那這隻呢 就是 是 阿弗塔克森 外國有一個明星 很出名 他做了很多戲 他叫做 Britney Murphy Brit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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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HCC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那 這個就是 溫習一下 告訴大家 再一次 提醒大家 不要輕視這個毛病 那在第二次 不是第二次 在第二次之後呢 在月戰期間 有些國家呢 很狼心地呢 就是用一隻 毛粉 叫做Yellow Ring 黃魚 其實呢 這隻 Yellow Ring 就是B毛來的 B毛是毒來的 是真的 要命 那現在那些 恐怖分子有沒有用 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想希望呢 大家去正視這個問題 那另外一件事 我想提醒大家呢 要做主動的人生 化學的人生 在香港的後階行 很多時候的牆 你會看到那些毛 生老實在是高的 那香港政府 如果是不去正視這個問題呢 他不要做自己的工作 衛生處 如果他對這些 有人忽視的話呢 他真的無知小異 那我相信不是的 只不過呢 很多時候 政客呢 是很難說的 沒有人坐 沒有人動 所以記住 政府是正視這個問題 香港是很多 後階後巷裏面 是有毛的 那這些毛呢 是可以致硬的 那麼呢 政府呢 也可以很便宜的方法 處理到的 多謝各位收聽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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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